這個三倍券你花一千塊可以賺回三千塊錢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小確幸 也可以賺點小錢的感覺 不過如果說你想賺大錢的話 可能要靠這個抽薪股了嗎 最近抽薪股很夯 像是身家你抽中一張 可以現賺二十萬元 目前已經累積三十五萬筆的申購單了 再加上ABCKY就凍結台股 將近有兩千億的資金 不過專家也提醒了 你適不適合長線操作 適不適合抽薪股呢 要看這兩個面向 我認為是混水摸魚的行情 並不是每一個生技股都有去跟防疫沾到邊 可是每一個都說它是防疫股 股市大戶也是阿土伯兒子的李志勇 以過來人經驗說 抽薪股可得先注意行業別 像是山富因為低價上市 可以做長期投資 而身家主要為感光元件 跟5G手機應用配息不錯 也能按著趨勢來操作 只是ABCKY就要小心是不是炒作了 500戶的話一張是約當50萬 那你500戶就是約當2.5億 你凍結了2.5億 然後去拚那個22萬的機會 在我個人來說我是覺得不划算 辛苦抽籤到底有多夯 像是身家抽中一張就現賺22萬元 吸引35萬筆的投單 凍結資金1725億元 創下了台股新紀錄 而ABCKY也能賺到5.6萬元 法人估計如果加上科家的話 總金額上看2000億元 先看基本面再下手抽籤需要運氣 當然持有時間也是關鍵 漲到它的本益比已經 譬如說已經到了30倍了 那就先走了嘛 那就不用客氣了 以後呢要再突破這個價位 那困難度就很高了 雖然中籤率不到1% 但初上市跟初上櫃抽中後的貨率 平均都有2.4萬元 而虧損金額大約500到1500元 也難怪投資人都想碰碰運氣 東森財經新聞 許曉族劉子騰 台北報導